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香港航空联合赞助播出 北加山火至商业重创水源污染 输油管扩建项目为达共识 加拿大业界优影响对华出口 休斯顿奏响中美之运 古琴带来天地之音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4月18号的凤凰 每周新闻让我们先来关注 美国北加州史上最严重的火灾后半年 由于居民撤离和财务状况担忧 导致当地商业损失巨大 有豪宅区就因为水源受到污染 而至今无法开始重建 重灾区索诺马县圣罗沙 从事餐饮行业30年的令春新 主营一家日式料理 这次幸运没有被野火烧到 但也被迫关门三周 没有电了 停电 那个水没有 刚开始停了 后来有水了 停电所有肉 虾 所有这些东西 全部都坏的了 然而令春新自己家的房子 在大火中被焚毁 灾后三个月餐馆生意惨淡 他说一部分居民搬离城市 留下的都需要安置新家 消费力差很多 其他行业也都受到连带影响 大家不同承诺确实都有影响 因为人口 因为经过火灾之后 很多人都搬走了 我们的邻居也都搬走了 林春新表示 虽然经历了家园被毁 和生意下滑的双重打击 但当地华人社会非常团结 大家互爱互助 他和家人才坚定了 留下重建的信心 我们还有细心 因为有当地很多华人特别好 还有这些朋友都在这 我们还会坚守在这地方 索诺马县是著名的葡萄酒产地 旅游业是城市主要来源之一 当地最大的西尔顿酒店 在火灾中被完全焚毁 也导致部分居民失业 这些旅馆的损失对税收来讲 对一般的员工的他们的收入 对维持他们家庭来讲 这都是很大的一个影响 我们估计的话 大概还是五年到十年 才可以再重建起来 我所在的位置是一个豪宅区 这里曾经有350户居民 火灾过后水源受到了本污染 因此政府还没有发重建许可证 而对居民来讲 回家更是遥遥无期 六个月前 北加州的山火导致44人死亡 烧毁近9000栋房屋 火灾面积达383平方英里 是地区史上最惨烈的火灾 冯航卫视刘海平谢维 圣罗沙报道 被加拿大联邦政府 列为振兴经济增加 对亚洲出口的国家级项目 跨山输油管扩建计划在于阻碍 总理特鲁多是临时修改房屋行程 回国与爆发争议的两省省长开会 却未能够达成共识 总投资74亿家园 横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和阿尔波塔省的跨山输油管扩建计划 在2013年提出时就备受争议 总理特鲁多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长贺景 阿尔波塔省长诺特利召开的紧急会议 没有达成共识 谈判破裂后 阿省省长诺特利随即宣布 立法赋予能源厅长权利 限制原油 汽油及天然气出口量 为例者将面临巨额罚款 贺景则坚持 三方无法在清理稀释利清 一旦发生的泄露污染处理问题上达成共识 会坚决反对到底 总理特鲁多则回应 会通过立法和增加拨款的方式寻求解决方案 也相信能够在促进本国能源资源出口的同时 保护环境和海岸线 目前涉及跨山油管扩建计划的所有非必要活动及开支已经暂停 并给出5月31号最后期限 希望能够达成协议 加拿大石油储备全球第二 却由于输油管道的限制 长期以来98%的原油都是输往美国 跨山油管扩建工程 就是希望将阿省石油输往西岸 再出口到中国等亚洲市场 而阿省现油令一旦正式实施 不但影响出口 更将导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油价创下10年新高 而属于国家利益的油管扩建项目 却由于各级政府的角力 要让普通老百姓来买单 而各方就呼吁联邦政府尽快地展现领导力 解决争议 保护加拿大国民的利益 凤凰卫视足克勤武警苏一恒来自温哥华的报道 2018温哥华国际时尚节近日圆满举行 活动上除了来自世界各地高级定制时装知名品牌以外 为了传递人们充满对生活的热爱独立而坚强的精神 加拿大轮椅选美小姐模特走秀 成为了本次的重头戏 今次活动主题名为Power of Love 围绕着开放时尚独立工艺等元素而展开 意再向更多人传递爱的力量 邀请到了来自俄罗斯 美国 其加拿大本地多位知名设计师到场分享 最新服饰潮流 并展示专门为残疾模特们打造的时尚 我们温哥华是great city 然后我们的people是great people 然后最关键的是我想传递的是 加拿大和谐的这种加拿大的价值观 作为备受业内人士 与时尚爱好者关注的 温哥华本地时装节之一 共继15名年龄在4岁到18岁之间的 本地儿童也登上舞台 展示服饰展现最美的自我 因为我觉得加拿大国际时装周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然后我想用这个机会更好地展现自己 这场竞争我认为是要有点赌心 所以那样你能去到场上 然后展示服务 你给大家的赌心 我为了来到这场竞争 是因为我真的喜欢做模特 我认为是很有趣 所以我喜欢去到场竞争 然后有很多玩意 我享受它 它是美丽的 我希望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经济 他们都很美丽的 本届时装节还协同加拿大癌症中心携收举行筹款活动 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 皇后卫视 李元波 黄山 文革华报道 休斯敦举办中美之运思路春好综艺晚会 特邀中国古琴演奏家郭怀景演奏 休斯敦中美之运思路春好综艺晚会 特邀中国古琴演奏家郭怀景参与演出 受到各界好评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刘洪梅副总领事出席并致辞 中美之运综艺演出的节目精彩分成 展现了华人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 女生独唱《前门情思大碗茶》 组曲连唱《祖国我为你干杯》等歌曲 有情怀 有感染力得到了观众深深的共鸣 来自宝岛台湾亲权小集组合的演唱 也受到观众的喜爱 中国内地影视歌明星千百顺的美妙歌声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晚会特邀嘉宾古琴演奏家郭怀景 用自己制作的古琴演奏了流水 伴随着空灵幽远贯通古今的天地之音 以及太极和水秀的表演相辅相成 共同演绎了抚琴者 所抒发情志高远的浩然正气 古琴音乐的丰富内涵 深邃意韵和独特的表现力 都深深地感染了现场的观众 舞蹈翘花旦云之导分别给人们带来了 活泼热烈和优雅绚丽的审美感受 由青少年演奏的明月名曲连奏 沙画古真独奏梅花三弄 以及乐剧和金剧演唱等节目 都显示了休斯敦华人艺术团体 较高的艺术水平 古琴据记载已经有3000多年历史 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代表 古琴在2003年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它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 希望大家都能喜欢古琴 通过古琴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 中美之韵中意晚会 是为了弘扬中华文化宣传一带一路 促进中美的文化交流 中美之韵生动地宣传了 中国的当代文明 及一带一路的理念 对增进美国主流社会 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起到了积极作用 特约记者穆时 信尼 休斯敦报道 学校回来再告诉您更多 一切来看每周快讯的全部内容 4月17号原本是美国报税季的最后一天 但因为IRS网站部分功能在当天失灵 IRS表示所有纳税人在网上申报方面 获得一天的延期 目前网站功能已经恢复 新的报税截止日期是星期三的午夜 所有报税人无需递交额外文件延伸申请 美国财长努木钦表示 其原因是因为大流量的技术问题 IRS局长考特在声明中表示 该机构应向系统故障给纳税人带来的不便 表示抱歉 他还说IRS感谢大家的耐心 会增加额外的时间 帮助纳税人减少受到这种情况的影响 另外 使用报税软件递交税表的人 将不会受到IRS网站失灵的影响 这些软件允许用户在税表和银行账户之间建立连接 在递交税表的时候税款同时支付 收入在66000美元以下的纳税者 则可使用IRS网站上的免费递交门户 进行免费报税 据中国驻美国芝加哥总领事馆网站消息 总领事洪磊就近期芝加哥地区 侨胞频繁遭受电信诈骗仪式 约见芝加哥市警察局 有组织犯罪局局长桑切斯 洪磊表示 电信诈骗活动愈演愈烈 不少人蒙受损失 在华侨华人中国留学生群体中 引起极大愤慨 不少诈骗电话 冒用总领馆办公电话号码行为 严重影响了领馆正常办公 及对外形象 芝加哥总领事馆强烈要求 芝加哥警方切实展开调查 采取有效手段侦破案件 打击电信诈骗 保护华侨华人 中国留学生的财产安全 维护中国领事馆正常办公秩序和声誉 并再次郑重提醒领区广大侨胞 中国留学生高度警惕 警方电话诈骗 局长桑切斯则表示 警方将针对已发生案件展开调查 也欢迎民众向警察局提供线索 同时警方将在警察局网站的显著位置 介绍近期发生的电信诈骗及其特点 提醒广大民众注意防范 如不小心上当受骗 立即向当地警察局报警 联系本人账户开户银行 要求采取指付冻结等相应措施 同时立即委托家人 向国内公安机关报案 美国费协会星期三公布的 年度空气状态报告称 在美国污染最严重的 十个城市当中 八个都在加州 在已发表的十九年同类报告历史上 洛杉矶长滩地区像往常一样 为全美臭氧污染最严重的都市区 该报告说 大约1.33亿美国人居住在 空气污染程度 为不健康的地区 气候变化带来的创纪录的高温 导致全国许多城市臭氧达到危险水平 臭氧对数百万美国人的健康 构成紧迫威胁 报告指出 加州在臭氧污染方面排名第二 进入严重污染全市民的加州 其他城市包括 贝克斯菲尔德 弗雷斯诺 亚沙缅度和圣迪哥 其他州进入空气污染 严重前市民的城市 只有凤凰城和纽约市 在今年的报告中 包括洛杉矶和纽约市 在内的七个大都市地区 污染程度都进一步恶化 加拿大方面 大麻将在今年夏天实行合法化 除了每所学校设定相应的管束条约外 近日沃泰华大学宣布 从2018年9月开始 沃泰华大学的法律系 将会新增设英语和法语的 关于大麻法律的课程 此举将会使沃泰华大学 变成加拿大第一所 设立大麻法律课程的大学 沃泰华大学法学院院长表示 面对即将到来的大麻合法化 必然会带来许多未知的问题 法学院这些未来的律师 必须要提前做好准备 同时他还认为大麻的合法化 将会是未来几十年 影响加拿大社会和法律的 最大变化之一 据悉 新课程将由两名 从事大麻法律工作的律师授课 该课程将对受到大麻合法化 影响的法律的许多领域进行调查 还会研究加拿大大麻的监管框架 医疗娱乐使用以及生产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下面来关注一组 中国两岸三地的最新消息 4月18号是浦东开发开放28周年纪念日 上海浦东金桥开发区 智能制造产城融合示范园区正式启动 全新规划的产城融合示范区 位于上海自贸区金桥片区北区 占地164公顷 作为上海2040规划蓝图中的 城市副中心 园区将重点吸引全球知名跨国企业 将其生产制造两端的高附加值高科技研发中心和销售中心落户 重点发展智能制造 新能源汽车移动视讯科技金融等新兴产业 打造产业转型示范区 智能制造培育区 城市副中心功能创新区和绿色低碳实践区 浦东开发开放28年 经济总量翻了160倍 2018年浦东的地区生产总值有望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 而到2020年 金桥开发区的总营业收入预计将达到万亿 近年香港不时爆出美容或健身行业销售手法不良 强迫市民消费的事件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童华18号表示 收到消费者委员会就销售合约设立冷静期的研究报告 特区政府将着手草拟法例 强制部分行业的合约设有冷静期 不过他指出 规管所有行业是不切实际 对整体营商有负面影响 政府计划在今年内将立法建议框架提交立法会 包括界定受规管行业 规管范围 豁免的情况以及法则等等 他指条例草案有清晰的界定 希望商界不会有不必要的担心 解放军18号在台湾海峡举行实弹射击军演 两岸舆论普遍认为 这是大陆针对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 近期台独言论 以及岛内台独组织推行台独分裂活动发出警告 国台办主任刘洁一就表示 军演是为了捍卫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次行动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在13号也表示 大陆方面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台独的严正立场 他并再次强调大陆方面有坚定的意志 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 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和行径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还有财经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今天华尔街股市走势情况 受到财报季提振 每股周三继续高开 但从午盘开始涨幅收窄 最终是收盘涨跌不一 同时周三投资人仍然在继续关注企业财报 联储官员的讲话 以及美联储发布的合皮书报告 导致今天收跌约38点 加德宝公司表现最佳 涨幅达到2.82% 而雪佛龙和卡特比勒在今天也是上涨近2% 不过IBM股价是大幅下挫7.53% 拖累导致走低 同时标普白指数在今天是收涨0.08% 内面板块继续领涨大盘上涨1.55% 而工业板块今天也表现不错 科技板块是未能延续昨天的涨势 那么电讯以及生活必需消费品板块 在今天是表现最差 纳指在今天收涨0.19% 除了亚马逊之外 其他科技巨头的股价是普遍走低 同时原油期货价格今年收高约2.9% 创下三年以来新高 黄金期货价格也收涨0.3% 美元指数则是全天保持小幅走扬 企业新闻方面 摩根士丹历史宣布第一 财季营收创下历史新高 同时航空运营商联合大陆控股 以及铁路运营商CSX是纷纷宣布 业绩超出预期 那么其中CSX的股价是大涨超8% 同时今天市场也高度关注 美国运通以及美国旅业公司 等企业的财报 那么以上就是星期三 美国股市情况 凤凰卫视陈青伟 纽约报道 一起来看世界其他地区的 全球财经指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一期来看全球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 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凤凰美洲新闻有 长荣航空 A Star Alliance Member 老力是华人独家代理 李新华匪罪金城 中国东方航空 全新启航 静后您到来 让充满回忆的车子和房子 获得应有的保障 Stay Farm 让您稳健一生 香港航空 香港航空 联合赞助播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下面